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加州一名女模特儿老伦沃瑟,Lauren Weather,五年前因使用卫生棉条,遭细菌感染,引发中毒性休克,综合症,Toxic Shock Syndrome,一度性命不保,最后又小腿截肢,这些年来她并未放弃自己,但是命运捉弄人,她的左脚在数个月内也将面临截肢。 综合外媒报道,29岁的沃瑟拥有高。 她接受媒体访问时说,如果她知道有中毒性休克综合症,TSS,或有人公开说过她,或是有人曾因此失去知体,她永远都不会使用棉条,沃瑟装上一支后,在朋友鼓励下,重回模特儿工作,并希望以自己的惨痛教训,提醒其他女性,也判当局立法,要求女性卫生用品要有规范, 促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测试产品是否安全,现在沃瑟每天都在剧烈的痛楚中生活,并且坦言未来数月内她将必须解除左腿。